新加坡的慈禧志工走入社区 举办吉祥乐祈福会 一个月内要在四个社区办七场 场地安排是挑战 在新加坡如果你讲到宗教 不止你要办每一个宗教都要办 所以每一部每一个世界每一个过程 他都一一都有看过 可以接受他也相信我们慈禧 我也是没有烧了 但是我是越做越大了 虽然我还是没有烧了 我算这么多马票都没有走 不烧纸钱提倡环保 金店居民委员会副主席很认同 成就了惹兰·孟比娜 两场大约315人参与的祈福会 他还与志工亲手制作环保莲花 和轮转结缘 你们也是有在开场的时候 那些非佛教徒 你们可以用你们各自的方式去经理 这样就是你们有包容其他的宗教 希望居民真的会有点反应 我就少烧名字 少烧这些蜡烛这些东西 大家对七月有了新的情绪 今后会慢慢的变化成为 把七月变成一个喜庆的月份 七月来了 我不怕了 慢慢的不要 不要 不要少了 不要少了 把那个捡来 捡 志工也提倡笑道 孩子奉茶 暖了父母的心 觉得很开心 还很特别 我都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 感到还温馨 大概我们他们这样的修设已经足够了 破除鬼月迷思 以清静身心迎接农历祈悦 带新闻 新加坡报道